做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佛菩萨眼目当中看见 苦怜悯者呀 头一个 我爱 我爱是贪那 我慢 我慢是称 我吃 你看 贪嗔痴 三毒烦恼 什么时候发生的 一念不绝时候发生的 所以它叫做根本烦恼 常行不识及戒人 精进定会六波罗 未度有钱领得度 一度知这世臣佛 这个四句记 这是 法藏菩萨 无尽的大悲本愿 约常行六度 普度众生 度众生用什么方法呢 就用这个六种方法 行念评里面有一段经文 说明这个意思 经上书 祝福如来 这句话很重要 一切菩萨 一切菩萨修行正苦 没有例外的 都是以大悲心为题 我们修佛 如果没有大悲心 就不能成就 大悲心是什么心的 黎明一切众生的心 这个心真正能生起来 学佛的功夫就得了 为什么呢 这是真心 那我们必须要晓得 六道众生 用的是忘心 忘心跟真心不相应 那忘心学佛 不可能有一个成就 忘心学佛 还是在六道轮回 决定出不了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那大慈悲心生出来之后 大慈悲心 是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 才能度自己 才能度众生 那 灵敏 六道里面苦难众生 六道众生真苦啊 投出 投没 那大小陈经里面讲的太多了 那 忘心的根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就是木 你看看那个根 从哪里深的 我们在大臣教里面 学习这么久了 虽然没证得了 我们有节悟啊 听得太多了 听得耳熟了 是从莫纳 生的 莫纳从哪里来的 八十四五十叶星所 是同时出现的 怎么出现的 一年不久 迷了 这个现象就出现了 我从哪里来呢 我从莫纳里头 四大烦恼 长香水 这四个叫根本烦恼 有这个东西 就是制造的 有道轮回 永远出不去了 四大烦恼 头一个 我剑 这个剑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里面 以为有一个中心 是真的 我 我就不得了了 跟着我来的 三毒烦恼 所以我们明白 这个道理 做人有什么 值得骄傲 佛菩萨 眼目当中 看见 苦怜民者 头一个 我爱 我爱是贪 我慢 我慢是称 我吃 欲吃 你看 贪 称 吃 三毒烦恼 什么时候发生的 一念不觉 是后发生的 所以它叫做根本烦恼 我们从一念不觉 迷了之后 在六道里头轮回 生生世世 多久了 无量劫 习气太重要了 三毒烦恼 断尽了 你就臣佛了 你才恢复到 你本来明目 那么怎么个修法 释出世间法 修学下手 完全相同 李静 你看李记里头 你一打开 头一句话 叙离乐 无不尽 对一切众生 恭敬 要恭敬到什么样的 程度呢 现在人没法子了 现在人可怜 没有受过教育 没有看到过好样子 在古代的时候 中国祖宗的教会 延续了几千年 没丢掉 乡下人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他懂 他懂得孝敬父母 他懂得尊敬老人 这个根本他抓到了 现在没有了 不但没人教 没听说过 也没有看到过 现在做父母的 已经掉过头来了 孝顺儿女了 不是儿女孝顺父母 父母孝顺儿女 天下怎么能不乱呢 灾难怎么能没有呢 这灾难从哪来 就从这来的 这个不孝顺儿就把根个毁掉了 尽忠修修 所依最高指导原则 是今夜三福 今夜三福 你看第一句 孝阳父母 第二句 奉死死的 这根啊 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 慧命得自于死长 大恩大德 大根大本 如果对这个都疏忽掉了 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其余的全都是假的了 我们生在当前这个时代 不管他将来有多么大的成就 只要根没有了 说个好听的话 果报全在散途 你看看 佛在经典上说的 那不晓得说多少次 无数次 释迦牟尼佛天天讲 提醒我们了 贪心多地狱 贪心多魔鬼啊 傲慢多地狱 欲吃多畜生 这三我道 有这三样东西 这个世界上就有三我道 如果没有贪嗔痴 这个世界就没有六道 只有三道 那人天修罗只有三道 没有三我道 有没有这种世界 有 我们在华严经 华藏世界评里面 看到过 还有的世界 更好 你六道都没有 只有四身 声闻 云九 菩萨佛 他没有六道 还有世界 纯净土 只有十报土 没有十法界 得有那么大的佛报 有那种修行的功夫 你就会 生到那个世界 六道是太苦 太苦 太可怜了 所以 佛菩萨 以大悲心 这个大悲心 怜悯心 悲 是把苦 他太可怜了 太苦了 什么人最苦 自私自利的人最苦 追求明文立扬的人最苦 贪图 无欲六成的人最苦 充满了 贪嗔痴慢疑的人最苦 苦到那个程度 给诸位说 看佛经 看不通 佛菩萨来给他讲 他也听不通 为什么 业障太重了 这个业障是烦恼啊 烦恼 习气 贪嗔痴慢的习气 太重了 他所听的 他所读的 不是佛的意思 是他自己的意思 你看开经济 你讲得多好啊 愿解如来 真实义 他解的不是如来 他是自己的意思 他没有这 如来真实义 为什么呢 如来真实义 要真心 你才能体会到如来真实义 真正有大慈悲心的人 能懂 阿密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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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密陀佛